中国开始着手治理腾国立沙漠 一亿之间千亩沙漠消失 竟然依靠的是一辆神奇汽车 对此联合国都惊叹道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那中国是如何用一辆汽车对沙漠进行治理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几十年来 随着我国人口总数快速增长和城镇化速率加快 土地荒漠化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 据国家林疫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到2022年 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已达261.16万平方公里 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近30% 即便是到强化防沙治理的今天 我国土地荒漠化仍以每年近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便在防风固沙领域积极探索 创造了很多固沙的手段 比如利用稻草固定在沙漠土地中 形成一个四方形格子实现对沙土的封锁 但这么做最大的难点在于人工程本过高 且并没有起到质本的作用 后来人们改用废弃塑料代替稻草后 依然无法遏制持续扩张的土地荒漠化 对于防风固沙工程来说 最佳的手段莫过于在沙漠上覆盖植被 一些特殊植物的蓄水功能 可以有效遏制土地荒漠化的发展 不过想要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沙漠地区开垦绿植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时候刚刚挖好的沙坑 可能瞬间就被吹来的沙子填平 及时采取由外向内的作业模式 其效率也会大大折扣 在长期与沙漠斗制斗涌的过程中 我国培养出了一只吞沙神兽 一夜间可以让上千亩的沙地消失 对此联合国都惊叹道 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吞沙的并不是一只动物 而是一辆车 名字叫做多功能力体步刹车 是专门用来帮助人们在沙漠中治理沙漠 种树的 大家都知道 沙漠中种树的难度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 首先是挑选地段 不是任何一块沙漠都能种出之物 必须要选择有地下水的沙地 所以沙漠植树往往是从沙漠的边缘开始 从外向内 找好了地段 也不能轻易展开植树工程 还必须挑选合适的树种 像我们常见的什么榕树 杨树 柳树等 在沙漠地区根本活不了 确切地说 沙漠种树一开始种的是低矮的灌木 比如沙集 积积草等 利用它们的根系稳定住水源和沙漠底下的土壤 才能为之后种树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于沙漠植物都有非常长的根系 因此在种植的时候 需要挖比其他植物更深的坑 沙漠的天气非常恶劣 白天阳光曝晒 一旦遇到起风 那是直接漫天黄沙 很有可能前一秒刚挖好的坑 下一秒就被风沙给填平了 风沙还会摧毁种好的植物 导致它们被连根拔起 即便是这样困难 我国依然没有退缩 再过去40年的时间里 我们一共种了660亿棵树 真正的种树狂魔 这里面离不开无数只沙人一代一代的努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种树的过程中牺牲 为了改善只沙人们的工作条件 帮助他们更好的种树 2018年 北京林业大学研发出了多功能立体固刹车 即固刹 种树等功能在一身的汽车 能够在一天的时间帮忙治理上千亩沙漠地区 被制沙人们称为吞沙巨兽 沙漠种树的工作是一种长线建设 还有很多额外的工作需要干 比如事先铺设草阁 这种草方阁是我国独创的制沙方法 用于固刹使用 为之后种植更高的植物打下良好的基础 草方阁使用的是麦草 需要挑选长度适合的麦草 将其放在事先画好的格子线上 注意 这个时候每根麦草的中心要在线上 然后使用铁锹放在麦草的中间 实境级压 将其压入沙地里面 这样麦草就立在了沙漠中 这个过程非常冗长复杂 以前基本上都是人工挑选 人工摆放 人工按压 效率比较慢 多功能立体固刹车利用播种机的原理 进行升级改造 将麦草压缩成麦草券 放进车内 固刹车会在工作的时候 自己分配好麦草 然后精准地放到线上 然后使用它的滚盘 将麦草压入沙地 仅用一天 它就可以覆盖千亩的沙地 不仅可以铺设草格子 多功能立体固刹车还能种树 一个小时种两千克小数秒 原本需要只杀人一年才能完成的沙漠面积 多功能固刹车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到2020年 甘肃决定购买多功能立体固刹车 永参与到该省腾格里沙漠的固刹工作 制刹的工人们看见这个大家伙非常好奇 在看到它工作后 不得不感叹科技的伟大 他们以前一天的工作量 这个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干完了 出于对多功能立体固刹车的喜爱 大家称呼它为吞杀巨兽 希望它把我们国家的沙漠都给吞了 为什么我国对于土地沙漠化这么讨厌 因为在过去70年 我国吃够了荒漠化的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在过去的天气预报中 会频繁出现沙尘暴 而如今 已经很少能听见沙尘暴的消息了 沙漠化最严重的就是我国的西北 华北地区 只要一起封 当时的北京 天津 西安等城市就会被漫天黄沙覆盖 主要原因在于过度开垦 放牧导致草场退化 退化的结果就是荒漠化 荒漠化之后的草场会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 不仅让土地越来越荒凉 还让泥沙流进了附近的河流 比如过去我国黄河的水 一碗水就有半碗沙 原因就在于 黄土高人土地荒漠化严重 导致一下雨泥沙就流入黄河 荒漠化之后的土地不能耕种 不能放牧 相当于一片土地直接浪费了 要知道土地也是资源 这样被浪费掉 对于人类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尤其是我国的人口众多 需要的耕地面积非常大 如果这些土地被浪费 会极大影响我国的粮食产量 以及畜牧业发展 我国主要的牧场集中在新疆和内蒙 如果放任荒漠化蔓延 牧场也会陆续被沙漠吞噬掉 到时候我国是双重打击 失去了耕地 也失去了牧场 所以自建国以来 我国就致力于消灭这些多出来的沙漠 只不过在过去 机械化程度不高 我国治理沙漠都是采用人工 小绿马 很多只杀人还因此留下了病根 如何高效地治理成为了关键 这次的多功能力 提供刹车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在这之前无数工程师就在着手研究机械化之沙 如今真的实现了 根据美国的卫星图像显示 从2000年到2020年 全球的绿化之中 有四分之一是中国贡献的 而且中国的绿化面积不像印度那样是耕地拖上来的 中国的绿化是实实在在的种树 盘及我国土地荒漠化的扩张历程 就不得不提到环境与发展狼者之间关系的课题 如果说前期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做的是先污染 后治理的道路 那么现在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对水清善 就是金山银善 国家坚决推动土地荒漠化治理的背后 潜藏着看不见的巨大生态效益 2022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指出 当年全国累计完成沙化 石墨化治理144万公顷 改良草原306.67万公顷 不止如此 在推进生态修复的过程中 各地兼顾经济发展需要 接住绿色生态旅游产业接待游客 总量达20.93亿人次 有效带动当地企业和农户增收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 当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鉴于前期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 给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 想要完全实现生态修复上徐时日 况且按照生态修复理论来看 目前我国整体的生态恢复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 如果不有效遏制过度放牧 盲目开垦以及烂砍烂罚等 破坏生态系统稳定的行为 那么即便生态修复用上在高端的技术 也是杯水车薪 诚然 多功能固刹车的广泛应用 对于我国荒漠化治理工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科学技术的发展再次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助力 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 又提高了修复效率 不过防杀制杀的关键仍旧在防 改变人们的想法只是第一步 后续的监管和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的考验 防杀制杀一直是我国应对环境气候变化的一项重大工程 十三五十七 全国范围内共计完成超1.64亿亩的防杀制杀任务 并建立防杀制杀示范区53个 沙漠公园88个 其中赛罕霸临场更是荣获联合国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 环境管理讲 经历了一代代制杀人的传承 才有了我国在防杀制杀领域的辉煌成就 而现如今 机器制杀正在逐渐取代人力 成为治理土地荒漠化的重要助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